出去的話記得什麼FW 特別注意點什麼點後面加一個write把它寫出去 那寫什麼東西呢你告訴他幫我把讀到的這些東西幫我寫出去打個C 但特別注意如果你寫這樣的話他會寫可是問題最後會有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就是每一個那個全省郵局地址其實你打開你可能看不到這個下面其實他少一個放行符號 如果你要看我建議你可以用按右鍵電腦應該都有裝那個note pay++ 這個比較看得到這個細節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到不過另外一個就檢視裡面 你可以開啟什麼特殊次元裡面有個顯示所有次元這個功能 這樣才可以看到什麼因為他後面都會有個什麼呢 CRLF CRLF 最後你會發現CRLF其實就是反斜線N OK反斜線N就換行嘛 那可是你會發現如果在note pay++的模式 最下面一個你會發現他這邊沒有換行 那他最後沒有換行的話如果他再下一個打開放在後面那怎麼樣 他變成加接在後面的所以我這邊多加一個東西就是那你沒有那沒關係我幫你補一下 所以後面我會多寫一個什麼多寫一個換行所以在這邊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換行反斜線N給他OK 不然的話你串到後面那變成說你的那個東西就變成說你不在下一行 而是在旁邊那我怎麼辦我幫你加一下OK 所以這個地方是之前做完發現不對好像只少一個東西 這個我不加四個最後就合併 我這個先不加給各位看我幫他執行給各位看 好這樣的話最後很快了25一下子馬上就完成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就是變成你需要土法鏈鋼 OK打開那你會發現我剛剛沒有加那個反斜線N 三重有沒有到哪裡到這裡中立有沒有有沒有發現他串到這邊了 意思就是說他這邊沒有換行所以變成加到旁邊 OK那如果說要改善這個問題怎麼辦很簡單這個刪掉 把它怎麼樣再加一個換行給他幫他補一下OK這樣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把它save重新再跑一下合併完成其實還蠻快的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東西你檔案越多越有感覺 不可能用人工這個東西如果檔案數量多的話 你會發現中立的部分有沒有就不會有剛剛那個問題 全部都接在一起 OK而且輸出了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先把那個就是DIR這個部分先產生 然後再做後續的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那個指令記得應該蠻好記得 CMD在上面打一個CMD Enter DIR這邊打那個 DIR 斜線B 空一格 一個箭頭 一個輸出什麼DIR.TST Enter 這樣就OK了 這個方法其實不是只有這裡可以用 很多地方也可以用 以後如果說你需要什麼 把某一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 那個什麼 所有黨名 跟副黨名 輸出成一個文字黨的話 切回來這樣 因為那邊看不太清楚 一下小地方 所以切這邊嗎 OK 切回 對因為那邊看不太清楚 其實雲端上有這個畫面 一模一樣 我有把它拍照 OK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我都把它切 因為我還 也會擔心你們會看 這邊有 有把它 撿到這邊來 而且 就剛剛那個畫面 寫圖 另外上面也有那個 打那個指令的 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文字模式 早期的話這些 這些都是要去記得 當然打熟了 就大概都熟了 如果你在那個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想知道 DOS裡面有哪一些 可以用的方法 其實它有個 我記得好像可以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help吧 你call help 我記得好像help enter 對 它裡面所有的方法清單都出來了 給help 都出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後面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說 Python也可以呼叫這個 你 就是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會DOS 你也可以在Python裡面下 就是這些指令 它也可以work 也就是說 你想說 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乾脆 連這個動作都不做 直接就是在Python裡面 就幫我直接run 直接產生DIR 其實是可以的 在Python有資源就是 它可以直接存取那個DOS裡面的指令 去做一些事情 像在DOS裡面也有什麼 複製檔案 刪除檔案 或者是說建立目錄等等的 它就是有一些OS的方法 其實你都可以拿這些來用 甚至你也可以寫一個P字檔 這個P字檔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後用Python去run它 也可以 這個其實都互相可以參照的 請各位試一下